好的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,我们下支影片再见,拜拜! 但是真的只是个谣言而已,后来一直都没有什么消息的NATTY,2019年参加了在泰国举办的KCON后,2020年与CYUN娱乐签约,5月7号终于要发行首张个人单曲正式出道了。 因为NATTY可以说是KPOP粉丝们从小看到大的练习生,所以现在看到她的出道,真的是感觉蛮高兴的,希望NATTY的出道能够非常大发。 然后,再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,那就是POOPYGASA CHUNKI跟PATTY的新歌,NATTY的新歌,下一个消息是,最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,很多韩国网友们的YouTube推荐影片中,都出现了SUPER JUNIOR刚打完架之后表演的舞台为标题的影片。 这个MIST SIMPLE舞台是,在虚拟粉丝们一定都会知道的,传奇打架事件后表演的舞台。 所以不仔细看也能看到,成员们的表情都有点不对劲,尤其是NATTY,我先给大家按照之前在一个综艺节目,成员们爆料的整个过程,给大家简单快速的整理一下,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当天在表演舞台之前,成员们都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,童爷NATTY正在开一特的玩笑,然后一特说要睡一觉后就躺在沙发上了。 这时候童爷把水倒在水瓶盖上后,泼在躺下的一特脸上了。 一特很生气,但是又马上躺下了。 正当童爷要准备再次泼一特水的时候,去教会刚回来,什么都不知道的Qian,看着拿着水瓶盖子的童爷就说,我来,我来后,将水泼到一特身上后躲起来了。 这时候的一特真的是非常愤怒了。 一特起来之后以为是呃牛泼的水,就打了呃牛一下。 Qian笑着走出来说,是我做的。 愤怒的一特打了两下Qian的头。 Qian流着泪说,再怎么生气,这也是太过分了吧。 一特道歉了,Qian没有接受。 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是,当时在现场最冤枉的成员,也就是没有理由被一特打了一拳的呃牛,没有收到一特的道歉。 所以在上舞台之前,呃牛的心情是极度的不好。 之后行动为了缓解大家的心情,非常努力的安慰一特呃牛Qian了。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,一特呃牛Qian在没有调整好情绪的情况下,就这样上了舞台。 所以看影片的话,真的能感觉到成员们的气氛跟平常真的很不一样。 尤其是在得奖感言跟安可舞台的时候,真的是一团糟。 一直都努力缓解成员们心情的心动。 再回到休息室后,气得剃了地板上的一个箱子后大喊,你们这样也算是pro吗? 结果没想到,在箱子里的可乐被剃爆后,全都撒在野村的身上了。 所以野村也愤怒了。 我把影片网址留在说明栏上了,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 那之前,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底下韩国网民们的留言。 还好这是有点严肃的歌曲,如果是开朗的就QQQQ。 难怪这个时候霸凌Uniol登上了Nebel的热搜榜。 在得奖感言后,安可舞台的时候,成员们都在维持社交距离。 这个事件的导火线同恒,自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 开朗的BB的样子,真的太好笑了。 一代爱的喜怒,二代爱的许普俊尼尔,两团的共同点就是,都发生过很多成员们之间打架的事件。 但是也因为这样,彼此才能一直都维持着好感情。 要不然只是存在心里都不发泄的话,这误会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的。 希望许普俊尼尔的友谊永远都不变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,这是爱情缺量还是一级缺量。 大家能看出来吗? 大家好,我是Den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点赞,订阅 转发点赞,订阅,转发点赞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大家还记得吗? 我们中央多连结识 都在问那些电视频 太太太在想念兜 中央多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